这罗文燃 到底想干什么呢 她的背景如何 查到了吗 徐主持给的户籍上说 文燃祖籍四代 皆以相扑为生 自幼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但九年前母亲忙顾 其实她不过十一岁 如何生活 她父亲是谁 文燃一岁时 齐家商人户籍上 就除去了父亲的性命 不知是像林舍说的已经死了 还是离家未归 当时是旧历十三年 圣人登泰山风扇 孔敌君入侵 彼时宰相张月 并增兵守边 石佑母兵 年风甚多 其时常有商级剑级 不能入兵户者 买通脱元级 只为从军 速去查班人附近 就从当年母兵的兵级当中找 热 张晓静是哪年从的兵 想在啊 就历十三年 小马晓鸽 不在兵战 无论 軍人有兵战 详细满 医生 不在兵战 非遭兵战 很好 有天的 That's what I'm going to do 铃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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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辰 万年县方才送来急报 张晓晋杀了万年线 暗插在平康坊暗沉 数年的一名暗装 他动得少 据载上其他暗装密报 确实如此 训报中言 平康坊暗沉头目 人称阁老 恒兴长安沉东十数年 借平康坊青楼女 借助朝中官员的机会 收满机密 捏弄把柄 串联关系 私刑人口满卖 户籍伪造 禁药贩运 军械刀卖等不法伤势 已是朝廷在策第一要犯 只是身后保护伞多 无人敢讲 外年线费了数年心力 方才暗插几个暗装进去 张晓晋杀了暗装 已是为了大唐律 若是查出与阁老有何交易 便是十恶之逆存 公子教授此名 张晓晋知道自己死罪难免 若是让他出了尘门 去向难免 私辰 吕奔军以列队待命 随时可将其捉捕 翠吕帅 张都卫是查到了线索 速带人吃远 私辰为何如此信他 翠吕帅会出卖自己的 战友兄弟吗 军武出身者 此为首恶 遭外人唾弃 只有一个人能帮上我 但是他从来不白给消息 姚威里呢 有没有跟随张都卫 望楼传信 只见张晓晋一人 姚公子平康坊出门后 路上人多嘈杂 望楼 失了他踪迹 不许他 搜索增援 张都卫 勿使他孤身犯险 哥